大家好,我是李老师,一位足球区的up主,平时喜欢做做视频,聊聊球,定期直播解说中国流氧球员的比赛,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,看我简介进Q群,了解直播排程 现在的这支中国男足阵中,有没有提过英超联赛的球员呢? 答案是有,蒋光泰和李可这两位血缘规划球员,分别作为埃福顿和阿森纳轻训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,都在英超赛场上有过出场记录 其中李可为枪手一队出场过四次,其中有一次就是亨利回归球长球场的那场比赛 而蒋光泰在更爱用轻训球员的埃福顿,一共为泰肥堂一队出场过九次 如果更往前追溯,会发现李可和蒋光泰在青年球员时期的成就都很高 李可一共为阿森纳U21出场过52次,蒋光泰则更是曾为埃福顿预备队上场过116次 他俩还都多次代表过英格兰各级青少年国字号队伍参加比赛 那么为何最终他俩都未能在英超联赛立足呢?原因无他,就是伤病 李可早在16岁时就差点因伤被阿森纳解约 而在他之后的职业生涯中,各种连绵不断的伤病一直伴随着他,限制了他的发展 而蒋光泰则更为可惜一点,他在2014-15赛季的英超联赛中完成了首秀 而在随后的2015-16赛季中,当赛季的前八轮他出场了五次 并且有三次首发,表现都很不错 然而就当他要坐稳主力之时,膝盖中伤,之后因为动手术而直接赛季报销 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养伤复出后,蒋光泰却已经在埃福顿彻底失去了位置 只能不断被租借到英冠球队,最终在2019年来到中国,被规划成中国球员 伤病一直是限制很多职业球员没能达到应有高度的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李可和蒋光泰,我们也能发现,这些年的中国流氧球员在欧洲踢比赛时明显会更容易受伤 其实原因很简单,就是欧洲联赛的竞争太激烈了 就像吴磊最近在采访中说的,他在西班牙人踢球时,脚腕受伤了都不敢告诉队异 只能回家后自己冰敷,等好了之后再坚持训练 因为他知道一旦选择休养的话,那很可能主力位置就会跟着跑掉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小伤敷衍了事,只会是治标而不治本 最终都会激劳成疾,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选,都会是最艰难的决定 只能感叹一句职业球员们的艰辛了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于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各书几件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